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西班牙 布特牙 荷兰英国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美国正在大速抢市场 抢占殖民地 抢材料 就在这个时 一个在角落里自我封锁不愿意努力进步的日本 因此了美国人的注意 1853年美国海军的 就算理了 电队进入了 然后要求日本开发市场 因为开了一艘黑乎乎的军舰 呼呼呼 就跑到了日本 然后历史小家们就把这次历史 成作为黑船世界 所有希望日本能够欣欣向主的 日本人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国家这样下去 于是就开放了历史上最著名的 这件事真的让日本人做成了 日本迎来了一位 开创日本历史新纪元的人物 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宣布了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政策 除了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 发行 也得要向西方学习 原来日本男人的发型是这样的 在向西方学习以后 才变成了看起来正常的样子 不久之后大家猜猜猜发生了什么呢 对对对 就是在明治维新过程中 1896年第一部电影 出发型之家 对由国外引进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让日本人想 我想明 我们不能自己做这种事情 我们可以的 于是他们真的就这么干了 渝川梁三玄关元谢何站 我啊 那名调 就咚咚咚 横空舒适 重要是什么 日本第一批动漫就这样出现了 里面的人物形象 既有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特点 也有了西方文化的特征 尤其是发型 那是相当的受到西方干净利落的 发型影响呀 那为啥子会有齐刘海M字刘海发型咧 日本人就是善于学习 它在继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 前进者并不仅限于科技制度上的学习 很多外国的明星啊 歌曲啊 也都被日本人开心的接受了 猫王 大红了 以后简直就是 所向披靡一般的 在全世界范围内 但零粉丝 日本也不例外 除了歌唱的好以外 猫王最一日注目的就是 他那卷起的M字刘海 引起了海外各地人士的 针尖叫王 自从时日本动漫也开始 像娱乐圈形象靠拢 也比阿童母的M字刘海 差不多就是和猫王 同一时期出现的 而且那种油乎乎的质感 和猫王的图的泛游 那是一模一样的 前面就谈到了 当时西方文化是暗形的时候 技术的发型 正在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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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影响的整个时间 随法一夜之间 吹滚了世本的大地 万化好表现这种特点 可是出cos就 诶 于是乎 智慧的刘海 说来就 变 一个M字刘海 不但驾当好处地表现了 随法的感觉 还异于操作 可可 所以 一个M字刘海的发型 不单是一种发型的感觉 它还是 是我们更希望将cosplay文化 发扬下去的 值得一点一点挖掘的东西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在这里 用了我BB这么久 别忘记订阅我们 Q号什么的 自己扫扫扫扫扫扫扫 那么 让我们再来一次 cosplay 咚咚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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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下回再见 拜拜 真 他妈雷啊 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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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您来自义乌 其实呢 准确地说呢 我只是出生在那 我是有外国血统的 我二十五在鲁股宫多 而我三秋在大都会博物馆 诶 那他们的工作是 艺术家 嗯 他们是艺术家 呃 宋康 三秋呢 其实是艺术馆的管理员 美帝奇 啊 你知道美帝奇吧 嗯 二叔呢 是博物馆的管理员 霍尔泰啊 就是这样 然后我小姨其实是在大学工作雅典呢 是吗 是的 他是FU罗伦萨大学的教授 艺术学院的院长 我完美地继承老家优秀学院 比如说颜值啊 什么身材啊 更重要是我的气质 那张老师 您现在的工作是 我一直在为cosplay文化产业贡献着力量 这门艺术呢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我帮助我的人呢 他们都是未来的主人 大家为了爱而走到一起 所以我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相信我的家人都会为我骄傲呢 一生 小佛子 加油